大家好 我是赫曼先生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我的車子上面的零件 Valubu的禁排氣門的seal Valubu silu 我們會吃機油 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是這個Valubu silu 不能把機油擋在氣缸頭上 從這裡深入進去燃燒 另外一個就是Peton ring 就是Piston ring 的刮油環不能刮油 不緊密 或者開口過大或者有刮痕 機油從下面這樣 淺開來燃燒式 跟著進去燃燒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固定方式是非常特別 因為我們都知道一般的Valubu silu 都是seal的下面有一個 類似套管的東西 它會直接給它壓緊 在那個叫做什麼 氣門導管上面 不管是銅製的氣門導管還是鋼製的 它就會是 直接是壓在氣門導管上面 那這個的設計呢 你可以說它很原始 但是也可以說它很環保 這個東西就只是一個圈圈 你看它的設計這麼簡單 那在氣門導管上 它多做了一個帽子 帽子要幹什麼呢 帽子就是要把這個細爐 放進去 細爐放進去以後呢 就這樣子穿在這上面 於是乎你看喔 它這台車導管 外徑是14 銅的導管外徑14 所以這裡內徑14.05 或14.10都可以 就是鬆鬆的 然後就這樣給它蓋上去 然後你看喔 氣門導管跟那個 這個帽子中間就是這個細爐 於是乎理論上它 然後你看它這個 inspired 這樣沒得到 在這樣 Online裡已經把胴油 油會在上下 爆發發的時候 油就不會從這裡露進去 但因為我這個 就是因為吃機油啦 把它拆一下 你看這個多鬆啊 鬆到這樣子 iniom 已經會動了喔 所以說 機油呢 在引擎運轉的時候 Justine 汽缸頭這樣子 透過這個縫然後灑到這裡 然後被吸進去然後燃燒 所以要減少吃雞油呢 第一個就是先換看看 把他都不吸爐 好 那我們再介紹一下這一支 是排氣門 這一支是進氣門 那當你不知道 哪一支是進 哪一支是排的時候 同一台車上 同一個氣缸上面 進氣通常都會比排氣大 到現在我還沒有看過 進排氣一樣大 或者是進氣小排氣大 不要看過 一定是進氣大排氣小 那我們再來觀察一下 這個排氣門 通常高級的排氣門 我說的是高級 高級的排氣門 通常有可能都會比 進氣門來的還要粗 而且重 為什麼呢 因為進氣門 其實他在工作的時候 他是很低溫的 什麼叫低溫 他可能水溫 如果90度的話 他說不定 進氣門都有可能 比水溫還低喔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動的時候 他被冷空氣 我們說的冷空氣就是 沒有到80度嘛 我們進氣 車子進氣可能挺多 引擎溫度很高 如果你沒有增壓的話 他吸起來就是室外溫度 再加個10度吧 因為引擎熱熱的 引擎是熱熱的 10度再加上汽油這樣噴 剛外噴射嘛 然後所以說這個東西其實是有點冷冷涼涼涼涼 所以說他的用料就就是這樣子 比較一般啦 可是到了排氣門這邊 如果你空燃筆調得很濃的話 他的火焰溫度也有四五百度喔 四五百度的火焰這樣 煌燒出去 那如果你是調吸煲燃燒 他有可能到八百五九百度的 整支紅狂狂喔 然後這裡白蒼蒼都有可能 白蒼蒼就是被那個火燒的很白 這樣子 那像這一支呢 為什麼說他比較高級 會比較粗呢 因為你看到他那麼熱啊 那個古代人就想了一個方法就是 其實這一支的這裡面是空心的 空心的他裡面有填充一種東西叫做鈉 就是精緻膀的鈉 就是鈉離子啊 我們吃高鈣高鈉那個鈉 他在工作的時候 引擎在燒的時候 夠熱的時候他變成液態 液態在裡面流 就有點像那個怎麼講 就是corrent 就是散熱液的意思啦 所以說他在啪啪啪啪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融化的鈉 把熱帶到這裡來 那帶到這裡來可以幹嘛 上面 這上面有彈簧啊 機油啊 就可以帶走一些熱量 把這裡接受到的火焰熱量 帶到上 更快的帶上來 OK 好 那就是今天就是介紹 古董車的進氣門 排氣門 怎麼分辨 還有他的構造的差異 你看這一支重很多 雖然他比較短 那 還有他的這個車 很特別的馬路布細爐的固定方式 還有那個車子吃雞油的原因 就是進氣法的馬路布細爐冷氣 排氣法 冷氣也有可能啦 然後再來就是活塞下面的煉骨 微掉了 然後油跑上去 好就介紹到這邊 我是赫曼先生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呢 歡迎訂閱開啟小鈴鐺還有按讚喔 拜拜 拜拜